国家卫健委的消息 十一月中下旬流感活动 将会逐步地增强 根据十二月十五号 国家流感中心发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 记者看到 许多老年人正有序排队 等候预约 内地 要点啥 进口了 埋动 十块钱 松赏 那一个夏天 天空很蔚蓝 思念突然有了起点 是发送向你的射线 阳光很耀眼 空气也微甜 就像你那干净的笑脸 一瞬间拨动我新鲜 收藏你温柔的甜心 和调皮的小人心 看走你的坏心情 让所有阴霾都散去 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 dicula 咱们和调皮颜色 全喜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了 这什么时候你还在这儿喝冰呢 我去注意点 你当我说的话是空气是吧 这再不吃就过期了 你放心吧 我这面硬呢 身体好人 我绝对不会发生 小学 你们还真感冒吧 我只有正常体温 睡着呢 明天我陪你去医护室看看吧 别一惊一惨 我咪呢 快刷牙刷 小学不会真有什么事吧 白天她还吃了个鸡翅呢 咱是一个宿舍的 要是她摊上的 舍得跑掉 别引擎炸的 我要把蓝根 冲一杯吧 要不给方雪也泡一杯吧 把蓝根是预防的 她已经感冒了 喝了也没 嗯 再擦鼻子都要脱皮了 那怎么办 叫你昨天别喝冰可乱你偏喝 赶紧去医务室看看吧 放心吧 我这有普通感冒 过两天就好了啊 你去看看吧 医生 就是她得了流感 舌头伸出来 提问机 医生 什么时候能回去上课啊 放我出去 医生 医生 。 医生 好什么 凌炖 我着急去上厕所 厕所在那边 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好险 咱们去前方雪的事 千万别让白领人知道 还是应考虑的主席人啊 要不给她带点什么吧 嗯 嗯 小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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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来了 这不担心你吗 看 副的鸡还有吃的 太好了 这样就不会无聊了 本来还想给你带几本书的 结果都被医生问 医生怎么说 量完体温 他们打了个电话 是我医生病例 你们说 火是不是快不行了 别瞎说 我跟你说哥们 你就是感冒你知道吗 那医生 小提大夫了 对 对 对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 按时吃药安心养病 等烧退了以后就好了 对啊 你别吓唬自己 同学什么时候感冒的 昨天 昨天 怎么现在才来说的 他可能就是喝了点饮料 然后肚子受凉了 你说你们这些孩子 吃什么 喝什么 也太随意了 最近有没有吃鸡做的东西啊 不清楚 不管怎么说 你跟同学们 一定要以预防为主 我这儿有板蓝根 先拿去喝 好 对啊 你别吓唬自己 我们等你回 对 我们等你回来 对 我们等你回来 小薛 你看什么呢 没什么 你们赶紧回去吧 没事了 对了 回去之后啊 别学我啊 吃冰的啊 放心吧 用你这个前车之键 我们都预防着呢 想进来都进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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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田 你咋啦 浩雪 我也谈上事儿了 咱们搬一下感染料 这下可真诚高位搬起了 康田田不会被方协传染了吧 要传染我们早进去了 咱们搬血人本来 你来瞎逼逼你试试啊 顾上 我找你 能闭嘴吗 你别理他们 他们就是嘴欠 你知道吧 我就是不明白 都是同学什么可议论的 没事 他们下次要再说你的话 我就直接给他们送进去 等会儿 我跟你说了 你这关键时期你 这叫什么 你自己穿着吧 下次穿个成熟点图啊 小雪 你说我们俩会不会有事儿啊 方雪 方雪 怎么了 都到了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候了 你怎么 还这么淡定啊 快 快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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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料燃烧 是一种巨烈的 这你什么时候落 这剪烈了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听他们 然后心情就会平静很多 这未来的生意吗 我万贯机要自己录进去 你怎么会想着录这样 我小的时候 耳朵短暂失聪过 我当时吓坏了 我以为我再也听不到了 后来我就发誓 如果我听到了 我一定好好珍惜 你还有这种经历啊 我觉得有时候 人遇到困难没什么 只要扛过去 说不定新世界就来了 知道 小雪 王子柒给我发短信了 他 他 他这么说什么来着 自己世界来了吧 他就我早点康复了 多好 还有人关心你 怎么才来 我为了你满大街跑 我连饭都没吃 还嫌弃我 可以烧药 止咳糖浆 维生素 还有西洋参片 谢了 谢了 这次又是为了那个叫 方学的女孩吧 知道还分 你这大包小包动机也太明显了吧 管不了那么多了 不过你这个人性格吧 做什么事都藏着掖着 动机明显点 先走了 你就这么谢我的 你干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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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给你 好点了吗 陵吗 临时我收下了 老爷爷我不吃 老爷爷吃 就是因为你一直这么逞强 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大家都在担心你呢 拿着吧 担心我 那唱首歌给我听 首歌的好 我不会唱歌 唱歌有什么不会的 您先沈静他们 就常为你写诗给我听了 唱歌有用吗 你都病成这样了 能不能别开玩笑了 唱歌怎么没有弄了 我觉得唱歌是件 特别温暖的事情 莫名其妙 怎么莫名其妙了 你才莫名其妙 我能够生命生成这样 你还在这儿给我上课 方雪 我这么东躲西藏 过来给你送东西 不是为了和你吵架的 你能不能懂事一点 我不懂事是吧 赶紧走 烦你 赶紧走 怎么办这是 是不是又和方雪吵架了 真不知道她怎么想 你听我说 她最近出这么大事 就需要你安慰安慰她 你知道吗 那我怎么办 我难闻说和她是有样 给她上问你解释 为什么不行啊 一首歌画她开心多指 你不是在逗我吗 我怎么能动你呢 你想想 这事你要换成我 我要给程静来这么一出 我早给他拿下了 是不是 你好好想想啊 未来学长你找我 那个 我想点首歌 你要点歌 各位同学 下午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 《湘江之声》 希望湘江中学的老师 和同学们 都能够以来迷病毒 保持好的心情 下面呢 有位同学匿名 跟高速一般的方学 点了一首歌 祝他早日康复 爱情是一种开始 我开始全身无数控制 爱情是一种本水 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 为你 我做了оже的傻 mang 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 为你写诗 为你情致 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为你我学会弹尽几次 为你失去理智 为你写诗 为你情致 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为你弹尽所有情歌的句子 我忘了说 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我准备带走 我准备带走 没事吧 孩子现在的情况呢 总体来说有些不太乐观 伴随着有高烧不退 呼吸困难 昏迷等等 那医生 我们小学会不会有危险 一旦病情恶化的话 是有一定的生命危险的 不过你们也别担心 他现在只是有一次症状而已 没事 现在没确诊了 你干啥呀 德韵 你说我们把小学送到香江中学去复读 你可老孩子给累了 我都是不是做错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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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胡思乱想了 行 你去看着孩子 我出去买点东西 嗯 爸爸 你看 你看这个 这个好吃 我吃过这个 这个也好吃 这个家里都有 爸爸 我想要这个 这个肯定好吃 不要不要 太小了这个 好好好 行 来 大哥 这种是本地的 那种是刚控制过的 我 我要最贵的 好 不行 我坚决不同意 我真的必须去看方学 我也担心方学 可现在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我就去给他送个作业啊 是 你去给他送作业了 学校闹得沸沸扬扬的 老师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 你最近怎么对方学那么伤心啊 毕竟我们俩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在这个时候 我总不能趴下他不管吧 出什么事我担着 谢谢老师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你好 请问方姐在哪儿 那边的地方 不好意思啊 好 叔叔 放学呢 睡着呢 未来 别担心 还没确诊 我们也在等消息啊 好 叔叔 我给他带来了笔记 谢谢啊 谢谢啊 孩子 那我走了 文莱 方学来医院的时候 嘴里一直念叨他的复读记 你能不能帮他收一下 好 好 好 我就不是租乱自己飞着还有人吗 当然以后了 脏涂了 这是回头 糟糕 真可 még 梦 这是了 是个闻 你快 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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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 充满 充满 听什么呢 你怎么来了 我来吹吹风 程静 会不会觉得人有时候挺无助的 天灾人祸来了 人也哪办法都没有 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把能做的做好 其他的听天命吧 那少为你显示是你点的吧 是又怎么样 是还能想到这种迂回的方式 去安慰方雪呢 再迂回他也没听到 你可以想办法让他听到 换铃声 换铃声 之前课间用的音乐一直很好啊 为什么要换呢 雷主任 难道您不觉得之前那个太单调了吗 单调吗 这是规律 规律组成规矩 但舒缓的铃声 与至于学生放松心情 还会舒缓他们的压力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换你之后也行 行 我想想 那你先去吧 雷主任 隔壁医中的教导主任 已经找到我来问我的意见了 如果这件事情没法解决的话 恐怕 换铃声对你这么重要吗 还要威胁我 对不起了 雷主任 我先去找个机会 我会想要 你这个体验 我跟你去看 我去看 我自己去看 我去看 我去看 那你去看 我去看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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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有惊无险 孩子病刚好 就是我病刚好 道道道 对了 前两天啊 人未来特意来看你了 回去以后好好谢人家啊 啥时候啊 就你昏迷那几天啊 对 那孩子看你病成这样 都没活了 妈就没见过你哪个同学 这么关心过你 她当时来的时候啊 还带了几本复习资料 方雪 就别再看了 你病刚好好好休息吧 我给你妈出去给你买饭去 好好休息啊 睡一会儿 我要吃水果啊 迟到了 对不起 我有要想过他 要不要想跟他说 的 好了 你 没有吧 是的 我觉得常问你写事鼓励你是一件很可笑的事 结果却自己跑来广播站给你点了手问你写事 只可惜你没听到 这段时间 我从你和你朋友身上学到了很多 朋友就应该互相支持 而我却一直不理解这份温暖 谢谢你教过我这些 以后的路我陪着你 为你显示 为你静止 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你的同桌 未来 下面五指钟与水混合后静置 不出现分层在室内美肿 A 三氯甲烷 C 粉 二氯醇 D 素氯 凉凉热热烧 C 三氯甲烷 C 三氯甲烷 下车 我手真的是太开了 是啊 这太好做了 是啊 这太好做了 想不想去 这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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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去 好 先再见 雪儿 雪儿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你终于休息了 没事啊 没事就好 行 我问你 你就是把我给你噢 建筑的歷史 可能就是小学的时候 见证了温泉大地震 然后那个时候还小嘛 小学五年级 也不知道地震是什么东西 就清天老师说 快躲在桌子下面 然后就躲在桌子下面 老师说快点跑下楼 然后就跑下楼 然后下楼的时候 就看见了很多墙砖 掉在地上 然后建筑的外立面上面 立了一条特别大 特别深的缝 然后同学们就在操场上面 哭得嘻嘻哗啦的 通勤车被断掉 联系不上家长 反正这段时间过得蛮煎熬的 因为又下雨又急着 又也不敢睡在家里 每天都听见新闻 报今天又有多少个人去死 今天又发生了什么 其实现在想起来 有一点点难过 我记得15年的时候吧 是7月份 那个时候暑假嘛 然后再上补习班 有同学就偷偷带了手机 课间的时候 不然说我们国家 申请冬奥会成功了 上课大家都在偷偷讨论 2022年冬奥会 那个时候我们都22岁了 就可以一起 跟喜欢的人啊 带下人啊去看奥运会 然后一节课都没好好上 全讨论冬奥会去了 学生时代 班级里那些调皮大王 现在怎么样了 小学的时候班上 有一个很调皮的一个男孩子 然后那个时候也有点胖胖的 很捣蛋啊 他现在很瘦 就坚持断练 然后特别帅 其实大家现在都还发展得很好 也成熟了很多 学生时代 班里的那些调皮大王 现在怎么样了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个时候 班上的调皮大王之一 因为那个时候在尖子班 大家都在埋头苦度 只有我整天东张西浪 那个时候学校要求 每班都要选一个同学 早上和放学的时候都要去站岗 然后我记得班主任为了不让我 或还班上其他同学 在我没有举手的情况下 还是选了我去 现在这位调皮大王 马上就要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了 要知道 曾经我最讨厌 我最害怕的就是教师了 我现在为了不务人子弟 慢慢地有收敛自己的性格 虽然骨子里还是很虚 我想这些就是最大的反差了 一首曲子能舞蹈 明天一夜夜走累 不用再就继续营救 哎呀呀呀 有风吹过之后